今天我们用一个视频讲清楚 什么环境下应该用多少的K值的白平衡来拍人 才不会被小姐姐给拍死 那在开始之前呢 之前分享过的色温和白平衡关系的教学 没看同学一定要先去看一下 不然今天这期节目看起来就会有点费解 那今天节目分别分成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推荐自然光的白平衡的设置 第二个呢是人造光白平衡和色温设置的推荐 那首先呢我们先简单复习一下色温和白平衡关系当中 这期节目比较重要的一个知识点 那就是当光的色温数值等于相机白平衡数值的设置的时候 画面呈现的颜色就是白 而在我多年使用微单拍摄经验告诉我 微单想要拍出颜色好看的白平衡设置的原则呢 就是要拍白 原因很简单 大部分微单的LOG曲线在处理暖黄色能力呢 都会比较的差 这时候如果有人脸出现 那么大概率会出现蜡黄色的人脸状况 想要无损调白几乎不可能 索尼的S-LOG就比较明显了 所以我在使用索尼的机器的时候 白平衡设置我都会比其他的相机要低不少 但是反过来的情况 如果你拍得太冷 调白的可能性就会高非常多 我这里做了一个拍白色温白平衡对照表 大家有需要可以截图 当然我相信也有很多同学跟我一样 对数字并不是特别敏感 这个表格的数字其实都记不住 更注重感觉 那么这里我也教一个大家我私藏判断 色温和白平衡的方法 那就是靠我们的眼睛 咱们眼睛的白平衡大概是4000到5000K之间 我们就设定4500K这个数字 作为我们眼睛的白平衡 就是当色温低于白平衡 那么画面就偏暖 高于白平衡呢就偏冷 那用在眼睛上的原则呢 如果我们看到当前的画面就很暖黄 比如说夕阳的时候 那么就说明当前环境的色温一定低于4500K 那越暖则越低 那反过来看到的画面颜色越冷 那么色温就一定高于4500K 越高就越冷 比如说月光就大概是1万K左右 那你就会发现月光就是一个冷蓝色的状态 原造光的情况一般就是博主出镜Aroll的打光方案 那一般会需要三到四个光源 分别是面光轮廓光和背景环境光 这里我推荐艾蒙拉F22C这个卷布灯 作为小空间的面光灯 从人物的正前方45度自上往下打 然后侧后方放一个艾蒙拉60X加菲尼尔滤镜 和一根PT2C的灯管 作为轮廓光和背景光 最后我们在更深的背景放一个落地灯加灯泡Ascent B7C 那么请问大家 这四个灯的色温和相机的白平衡 我应该怎么设置呢 给大家三秒钟打在弹幕上 好321答案揭晓 一般推荐人物的面光的色温数值 要等于相机白平衡的数字 这样拍出来人物肤色才能正常 比如现在你看到这画面的色温和白平衡都是5000K 那人物的肤色呢就是白里头红 如果想要人物皮肤再白一点 那么相机的白平衡数字低于灯的色温就可以了 比如4500K 那至于轮廓光和背景光呢 个人觉得2700K会比较好一点 能够形成比较自然的冷暖对比 当然这个也要看个人选择和环境的灯光 那背景落地灯色温就要模拟正常室内的照明灯 所以色温呢是一定要调成3200K或2700K的 那用这种影视灯泡的好处 就是它的显色性是正确的 并且亮度可调整 不会出现过曝的情况 最后我再把灯光的平面图 色温以及相机的白平衡设置 列成这样一张图 大家有需要可以截图保存 好了那这就是今天关于色温和白平衡全部内容了 希望对大家了解它们有所帮助 那我是张恒 咱们下期再见